现在找嘴店师傅来搞好这里先 事情发生了就是要解决 大家好,我是沙城 今天这个扶手做完了 最后立这个大柱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把水管打穿了 这里那个水沸沸沸地流出来 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客户也没有说这里有水管 也没有想到 以后就把水管搞穿了 很麻烦啊 之前本来现今好好的准备收工了 现在搞这样 不过好在现在已经完美解决 给大家看看吧 就是这个大柱的时候啊 刚刚好打到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弄好了 刚刚好在这个位置这个水管 这里用了水管 一条冷水一条热水的 然后这个是个电线的 之前朋友说AB叫什么叫站住 这样肯定不行了 只得暂时而已 现在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磁砖给它打掉 全部打烂 然后把那个管剪掉 重新结好这样是以后都不会有问题 这种管也可以进行啊 如果这样塞住的话肯定不行啊 到时候更加麻烦啊 你看扶手这里烂门啊 到时候要漏水你扶手要拆掉 虽然说问题不大 但是要水电工要焊工还要贴钻工 很麻烦的 以后各位业主朋友啊 如果这个管就要注意了 不然真的很麻烦的 一下子你找两个人 还有做扶手的朋友也要注意 以后啊 有了这一次了 以后所有的只要是按线的 都要问他有没有管轴呀 有没有管在扶手下面 有的话就要注意了 还有那个水电工的朋友啊 可以这个稍微移一点的位置啊 或者进一进里面的 或者粗一点嘛 不要刚好在那个位置嘛 这里 这种刚刚好这个位置 是吧 我们这个管也是只能那个位置的 两个弯头刚好的 也不能出去的 出去要加 出去也行 就是要加管 那也不太好看 距离太远 他就是刚刚好 这个位置的离 强了一点点 反正不转也转啦 还好这个客户也好讲呀 这解决就行了 就是叫个水电工来接好 以后再叫一个贴砖的师傅 来把它贴好就得了 最主要麻烦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瓷砖 他没有剩有啊 他说那里都不好找 没有同样的 他一般都是一批批的 听说要从广东发回来 我都感觉好麻烦啊 还有听那个广东说 去年下面装橱柜也是 那个装橱柜的师傅 也是把那个 他转那个排水管啊 用个水架直接把那个电线给转掉了 他又不看 我听说啊 但是这里是个插座的 这个插座在下面这个位置 装的 以前在网上都看过 但是没想到自己也会 也会遇到 那好了 这里准备收工了 这种 大家对于这个打船水管 这个除了打掉的话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以后 尽量的避免 给大家看一下做好的服务吧 这一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谁不知相望爱情是何远方